重复就是力量 这个视频和各位分享几个PS5常见操作 比如常见的开关机方式 还有关闭应用程序的方式 有两种开机方式 一种是直接按PS5前面板的开机 这是硬开机 第二种方式是用已经配对好的手柄 按一下PS键 这样就可以正常开机了 如何配对手柄呢 那就是用PS5自带的这根线 连接手柄和主机就自动配对了 说完了两种开机方式 再说两种关机方式 PS5怎么关机呢 按PS键 下面有一排菜单 找到最后 这是个电源按钮 按X键 它有两个方式 一个是关闭PS5 这是直接断电的关机 可以拔电源的 它没有任何供电 上面那是进入待机模式 这个待机模式呢 它是最小功耗的运行PS5 在这个待机模式下 PS5是可以联网的 另外它那个灯是黄色的灯 我们可以把PS商店的很多游戏 加到下载清单 下载列表 然后让PS5进入待机模式 它会一个一个的下载完 一直到你的PS5硬盘被吃满为止 另外在待机模式下 我们还可以用刚才那个数据线 给PS5手柄充电 充完电之后 它会自动断电 它有这种自我保护机制 这是最常见的两种关闭PS5的方法 那还有一种方法呢 比如说现在我没有显示器 怎么关闭呢 那就是长按这个开机键 大概过了三五秒 它会再响一声 PS5也会关闭的 PS5正常开关机是没问题的 只要不是断电 像这种开机状态下 你把电源拔了或者停电了 这是对机器有寿命有影响的 下面说一下进入游戏 想必各位都知道怎么进入游戏吧 X键就进入游戏了 在游玩过程中 怎么退出游戏呢 退出游戏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方式是临时退出 长按PS键 长按PS键来到PS5的主界面 这个时候并没有真正的杀掉 这款游戏的进程 因为我们再点X键 还是可以进去的 长按PS键它又出来了 按X键它又进去了 长按PS键它又出来了 那怎么彻底的关掉 这个游戏进程呢 两个办法 一个是切换一个游戏 然后进入X键 这样在进入第二个游戏的时候 它会把第一个游戏关掉 一般的游戏它都会把之前的游戏 自动存档 但是有的游戏也不会存档 可能会 但是我还没遇到过 最好是提前先存档 好 第二种关闭游戏的方式 那就是退回到PS5的主界面 按一下手柄的三个点 三个横线 也就是菜单键 我们看屏幕 第一个是关闭游戏 点一下X键 这样就关掉了 如何删除游戏呢 还是按这三个点 然后找到第四个 有一个删除 那点一下删除呢 它就会删除了 但是各位要注意 这里的删除只是删除了游戏本体 并不会删除你的存档 你的存档在PS5本地硬盘里保留一份 另外如果你是有会员的话 它在会员的云端也会保留一份 下次你再下载这款游戏的话 还可以继续使用这个存档 关于PS5的一些常用小操作 就分享到这里 希望对你有帮助 欢迎关注小白宝箱 我们下次见